民国96年7月2号 当年桃园西门国小音乐班 由老师引入创新教学 带同学们挑战佛朗明歌舞 并融入音乐班表演中 有别于以往的纯音乐路线 又让大家见识一下他们的肢体表现 当时同学们表示 手里没拿乐器 也听不见任何测试乐器的声音 反而是换上舞衣跳舞 对有些人来说还是头一招 加上舞蹈表演时 还得同时兼顾肢体摆动 以及表情变化等细节 一场佛朗明歌舞 就让他们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仅让一位男同学感叹 还是音乐表演单纯的多 当年发想出让舞蹈 融入音乐班表演的指导老师表示 尽管同学们各个都是 音乐领域的音乐小专家 但希望透过舞蹈 帮助孩子们相互相成学会更多 而对于这种创新教学的方式 大多数家长也都赞成 毕竟在学习的道路上 孩子可以从中发掘更多的乐趣和满足 谢谢中文发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